权益问答 请问一些青春 会站到五门月包掉 过了个五门会去再来一个包 你如果身上的业障没了吗 你就上去了呀 你只要不造新业 记住一定不能造新业 明白吗 你只要这个一世新丛要从多少戒啊 仪式修成要守多少戒啊 什么戒都要守 如理如啊 奉善奉行诸恶莫作 明白了吗 嗯 你只要这个一世新丛要 可以做成小房子线啊 是啊 就是这样 嗯 那不行到八千呢 才是开东西也得到 很难像你这种人最好不要许 啊 像我这能不能啊 啊 你在葡萄面前许只有 只有许说我两世修成 你这一世修不成的 哈哈 两世都不行 五世修成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你 你 你 讲的一世修成 你要放 放这两人 后面有什么 果报啊 还打 你就得以你一个人跟人家说 我一定做好的 你做错了 就做错了 忏悔啊 哦 就有办法了 哦 嗯 哦 明白了 但是不许 许许这些修成 叫做果报 不许 没错啊 许愿一世修成的话 如果有 不好的事情 很大的话 照样果报很重 因为当你许了一世修成的话 菩萨会给你很多 在人间的利益的 就是给你很多的方便 明白了吗 哦 哦 太誉了 这种 你讲这个情侣 不是随时 好像有手机 好像 是要出家的手机 吗 还是不同 没有没有 没那么厉害 没那么厉害 哦 没有这么没了 哦 但 更要许许大家 因为我提到 白打 中高两句 中高两句 好好修 经常修 精进修 努力修 于世修成 报佛恩 好吧 再见了 再见 感恩才感恩